以至于无言回家 我现在呢是在西安一家酒店里 我身旁的这个小伙子姓李 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拉雨28了 我们看到呢小伙子已经把他的行李全部都收拾好了 但是小伙子说他没有脸面 更没有勇气和自己的父母回家团聚 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手机上的这个杜博网站 在这个平台的话 前前后后总共输掉30万吧 小李说自己去年在先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当时急需3000块钱 就用校园贷贷了款 结果后来3000块还不起了 刚好又看到同学玩这个网站赌博 就想通过赌博赢钱还债 刚开始的话有赢也有输 到后边的话是一直在输 越输你这个就越想拨回来 然后压的越大 压的越大输的越多 因为是航空专业 小李毕业之后曾在广西上海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但是也因为赌博精力全无 拿工作丢了 白天的话去工作 每天就是温温温温的 然后领导的话 私底下跟我说 要不你走吧 我可能这个工作不太适合你 我玩的最疯狂的话 就是连着三天没有吃饭 有的时候最夸张的时候 就是一晚上就是三五万 为了赌博小李四处借钱 在网络借贷平台上贷款 在银行申办信用卡透支 都成了他赌字的来源 我现在这些信用卡的话 现在额度已经全部透支完了 现在都是处于还款状态 从转账记录上看 小李从最开始的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 到后来的上万块钱越赌越大 可以说陷入到了赌博的泥潭之中 无法自拔 到后边的话 自己也觉得这个东西是假的 但是就还是控制不住 要去想要去拨回这个本金 小李的家在同川的农村 父母之前掏空家底 给他凑着十三万还债 可是他又继续沉迷 添了新债十七万 有时候也想到死了一了百了 但是又想到我家里还有我的父母 一二三能骗他们 我还有这么多债务要还 我死的话这些这些钱还是还是要还的 小李说他现在走投无路 他准备把赌博网站链接和自己的转账记录等相关证据提供给警方 另外他也想通过他自己的深刻教训 警示给所有